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心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一刻咱们讲了回调函数 对吧 那什么是回调函数呢 于法证很好理解 就是在函数的参数中 传另外函数的名称 对吧 这样的话 在调的函数的内部 可以用到这个参数名称 对用的那个函数 对吧 就是在函数里边就掉到另外一个函数了 这就是回调函数的作用 这概念 对不对 那回调函数的作用 也很容易理解 什么呢 就是当存一个变量 解决不了一些大的事的时候 对不对 对吧 也就是传的东西需很复杂 那很复杂呢 咱们就需要存一个过程进去 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而不是一个变量 咱们就能解决的 对吧 那咱看一下 虽然呢 大家上节课也学了这个回调函数 但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概念是有点不太好理解 如果我们自己能做出来回调函数 然后你再应用系统的回调函数 是不是就可以了 因为所有的系统函数的调用形式 我们用程序开发自定义的函数都可以做得出来 对吧 自己能做出来 那么你在用别的 那就会更方便一些 也更好理解原理 对不对 因为咱们现在是讲基础部分 注重的是语法 而不是开发程序那些思想 OK 所以呢 我们现在自己制作一个 那我们怎么制作呢 制作的时候 就需要借助于咱们上节课讲的回调函数的概念 和上上节课咱们讲过的变量函数的概念 咱们才能完成这个回调函数 对吧 那现在咱们有一个这样的需求 上面的两个呢 是咱们上节课回调函数的概念 对不对 这节课主要是制作 制作一个回调函数 制作一个什么 比如说 我随便写一个函数demo 我这会传的aum 当然咱们最好是用数据什么做是更方便 但是咱目前学到这还没有学数据那些概念 对不对 所以咱们现在还用不了那些东西 所以咱就模拟一下 比如说我这输入一个数 那我就想从零一直输入输出到这个数的大小的地方 对吧 比如说 方循环 $i 等零 $i 小于$i aum $i 加加 那现在 我们看一下 输出$i 换个行 看一下 那这个程序 我们在调的时候 demo 我传了100 那妹子会有什么结果 对吧 从零到99 我输入1000呢 从零到1000对不对 看一下 从零到99对不对 我输入500呢 我输入500呢 咱只是一个模拟例子 这就是下边 零到499对不对 现在我想让你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做一个过滤的功能 它是连续的零到500 就零到499对不对 或者零到多少 我现在想让你再传个参数 对不对 可以 想过滤到什么数 就过滤到什么数 怎么解决 对 那比如有规律的 我过滤到三的倍数 在那行上 对 加判断对不对 那这话 如果 如果 大了辅 I 假如三的倍数 对不对 和三 全国等于零 我这个时候 CUN TNUE CUN TNUE 是不是这次就不执行了 那我就可以干嘛 是不是我就可以 三的倍数就不执行了 对不对 过滤 是不这样的 那如果我现在想要你说 三的倍数 五的倍数 八的倍数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用户的行为在改变呢 那需要想要函数内部改变行为 能这么多 对 把这个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 $N 看到了吗 我把这个N放到哪 $N 是不是这话 那我在这话 是吧 对 存 三 是不是就过滤到三的倍数 三给N I和N取膜 等于零的手 我想过滤五的倍数 乘五 是不是五的倍数 你过滤到了 看一下这里 就不会有五的倍数 是这样的吧 那这只是一种情况 那假如说 我要你说 把包含三的都去掉 包含三的不一定有三的倍数吧 比如说二十三 包含三嘛 对不对 对吧 包含五的 对吧 或者是 我就想要两位数的 对不对 不想要三位数的 或者要中间包含零的 或者要什么回文数 不要回文数之类的 什么是回文数呢 就是 从前往后读 和从后往前读都一样 比如说一二一 前后读是一二一 后读是比一二一 三三三 前面读三三 后边读是比三三 对不对 那情况是不是很多了 那很多了 你是能用这一个参数去解决的吗 用这参数 是不是只能解决一个情况 对吧 那如果参数是固定的 比如说刚才他说了 三种情况 对不对 那就按这三种 咱们也有办法去 无非这里边再加几个参数 做几个判断 是不是就可以了 比如说再加一个 如果是穷摩的情况 如果是回文数的情况 我怎么判断 如果是什么 怎么判断 里边签到是最强大 对不对 但是有可能 这个用户想过滤的情况 有一百万种呢 你能把这一百万种都想到吗 就算你想到这函数什么 也非常膨大 效率非常低 对吧 那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一个变量 不能解决的问题 对吧 那咱们就需要怎么办 传一个函数进去 这个函数就是想用户 想定义过滤的条件 对吧 那怎么办 还是这个参数 N我不动 对吧 但是呢 我这块 看一下 到了分 我加了个括号 看到了吗 加了个括号什么意思 我把到了分 放进去 变量 N是不是一个参数 参数是不是一个变量 变量加入括号 这叫什么 变量函数 这个是不是在调用 N对应的函数 N名称对应的函数 对不对 而这个函数是还没有的 得调的时候 当时得传 对不对 我这话 随便写一个 Faction Test 我就随便写这个函数 对吧 你可以随便定乎 知道吗 里边是不是需要一个参数 对不对 你可以声明这个其他的识 是不是都可以 那现在想象 如果我在这块 香 对 Test 别忘了 两边字无串是不能省略的 对不对 因为省略了就是一个常量 虽然程序能执行结果 是因为常量名称转成了字无串 对不对 但是效率很低 所以呢 咱们这块要传函数名称 那再回想一下 咱们上上解课讲的变量函数的概念 那这个函数的名称给了谁了 是不是给了N了 这个N的值是谁 Test 对 这块啊 现在这个Doll的值是不是就是Test 对吧 那再回想一下变量函数的概念 变量函数的概念 大家回想一下 什么 当这个变量加个括号之后 就调用这个变量值对应的函数 那变量值是谁 是不是Test 对应的函数是不是这个 I是不是就传给了这个Test的函数 那你这里边就判个条件吧 如果条件是真的 我是不是就不执行了 那你在这里边 只需要在Test里边 你可以做任意你想判动的条件 现在妹子你说 什么东西 不想它 在输出中输出 母的倍数好 那这话 如果Doll 谁啊 和母 穷膜 等于零 是不是母的倍数 返回真 否则 返回夹 你看 对吧 那可以减减 直接返回这个什么 这东西吧 咱也别太减了 因为你一条一串 直接每天就可以做到 你看现在这个函数 只要I这个值 是5的倍数 是不是反对真 那我在掉太子的时候 I传的假如说是50 是不是5的倍数 那整个这个值是什么 是不是处 是处 对吧 是5显示 对吧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结果 刷新一下 没有5的倍数 你可以随便看那些数 是不是没有5的倍数 对吧 那现在你再说一个条件 可以把带3的去掉 带3的去掉 对不对 带3的去掉 这个咱们得把数字用正则来模拟 对吧 包含3的 那我们来试一下 当然这个大家还没有学正则呢 但是你看 我只要改变这个函数 就可以啊 什么呢 让道理发一点 MATCH匹配 这个用什么 PREG下辣线 MATCH 后边他去会学正则 匹配到谁呢 匹配到什么 有3的 对吧 我就 怎么的 带3的 我是不是就不要 那我们再来看下这块 看一下 这个 少了一个 到了白 我这写错了 这个咱是写GS预法 走火入魔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块 你看这里边 有包含3的吗 没有 你随便看 是没有包含3的 你想 这样的话 是不是传一个过程进去 你想做什么 像他说了 回文数我不想要 什么叫回文数呢 正反读 对 正反读都是一样的值 对不对 那什么叫正反读 都是一样的值呢 你看啊 这样 如果 WY 等于 什么呢 STR 就是REPR 那个 STR 下号线 反转 STR 反转 是累了这个 你看啊 反转 就是正读和反读 是一样的 我就反问 这样就不要 那比如说这里边 他找几个 是跟这一样的 你看啊 零 正读反读 是不是都胎啊 对吧 十一正读反读 是不是都胎啊 这都胎有数 对不对 二十二 是不是 四十四 三十三 五十五 六十六 对不对 对吧 或者是一百二十一 一百六十一 这样的是不是都是胎有数 那我们现在得看一下 你现在能找到正读反读都一样的吗 你看哪个正读反读都一样的 就找不到了 那这样的数 我们是不是就把它怎么办 就把它过滤到 对吧 那像这样的想过滤的情况 从你指定长度的零到五百 或者是零到一千零到一万 对不对 那这样的成绩 你想过滤什么 就过滤什么 条件是千变万化 对不对 而不是说一个变量就能解决的 那这个时候我传一个过程 这不就可以了 那再看一下 再回想一下 咱们现在刚才说的功能 相信大家理解了什么 这个 什么是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作用之道 对不对 那再回想一下回调函数的原理 把函数名 当成一个字幕串 传到被调的函数里边 对吧 在对调用的函数里边 用这种变量函数的形式 对吧 是不是就调到了这个函数 解决这个函数 回到这个调的函数中去使用 这不就回调函数了 对吧 那这个 现在咱们大家几个问题 就是这一季子他讲的 一个是变量函数 对吧 一个是回调函数 还有一回调函数 相信大家有点美目 对不对 虽然 还有点迷茫 但是呢 你可以把这几个视频好好看看 再琢磨琢磨 在后边的例子中 咱们会经常用到 对吧 特别是在系统函数中 有很多函数都是回调函数 后边咱们会经常用到的 以后比如说 我在调一个函数的时候 传一个另外一个函数的名称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总以为它是个组串 那就不行了 像系统函数 有5%的函数都是回调函数的用方法 对吧 都是我将别的函数函数名传到这函数去使用 你要能看得懂 对吧 虽然你自己写回调函数的时候呢 会少一些 但是呢 如果你会做的话 也可以写对不对 但是系统用的是更多一点的 咱说了 系统里边函数有百分之七八十 就是有百分之七八十 你在写成绩的时候 用到的是系统函数 有百分之二三十是自己定义的函数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制作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回调函数制作 那下节课呢 我会给大家讲一些另外回调函数制作的方法 而用这种变量函数 做回调函数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到这里 感谢观看